两岸快评,一起评一起译,大家好,我是雍培 10号上午,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在社交平台上 披露了她日前接受日本媒体《文艺春秋》杂志专访时的内容 涉及台湾防疫、疫苗问题、两岸关系等多个议题 并且再次对香港、新疆等问题说三道四 在采访中,蔡英文公然散布台独言论 渲染大陆对台所谓军事威胁 仔细看过这次采访后 两岸快评最直观的感受便是表演性十足 实则就是台日联合策划的一场双簧、十足的政治作秀 首先,在采访内容设置上 日本媒体抛出的20多个问题可谓是极具煽动性和诱导性 比如,在谈及疫苗问题时 提问的内容是 有报道指出中国大陆在网络空间频繁地散播不实讯息 企图造成台湾社会分裂等 在采访最后,文艺春秋还把台湾称作是一个国家 这些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导向性问题 其目的就是为蔡英文的台独言论进行铺垫、提供切口 第二,当前岛内民众对民进党当局的抗议不利表示强烈不满 蔡英文选择在此时接受采访,无非就是想顾忌重施 制造仇中抗中的气氛 企图转移岛内矛盾,保住民进党的支持度 而这几年,尤其是在新冠疫情发生以来 岛内大多数的民众早已经看清楚了民进党当局的政治嘴脸 不会轻易地再次上当,更不会买账 这次采访的内容其实很多都是老调重弹 并没有很实际的作用,只是说说而已 比如蔡英文鼓吹两岸经济脱钩 而事实上,台湾经济高度依赖大陆市场 岛内民调也显示,有超过70%以上的民众认为 台湾经济发展要依托大陆市场 还记得蔡英文在2020年1月接受德国媒体采访 那次也是进行了荒唐又强硬的表态 当时,她为自己成功连任,沾沾自喜 颇有些膨胀之态 一年多过去了,面对如今岛内社会各种混乱的局面 蔡英文难道没有一丝反思悔过之意吗